请问你们找谁啊 你瞧瞧 还养个少白脸 我们家老张 对你们可真够大方啊 老张 老张是谁啊 老张 老张是我老公 那那那 也就是包养他的金主 出来了 谁啊 你神经病了说什么呢 姐 跟他废什么话呀 甭跟他废话 我直接来教训教训你 我警告你们 别乱来啊 我报警啊 报警 好啊 你报警啊 太好了 你报110 叫警察来 把他抓起来 他干嘛了 他勾引我老公 破坏我的家庭 大姐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老张 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 还有 请你睁大眼睛 看看我男朋友 他这么帅 这么帅 这么帅 我怎么可能猴行出枪 你勾引有钱人的老公 家里还养个少白脸 你那日子过得挺自然的 我告诉你 翘楚 我今天是有证据的 我也是有备而来的 翘楚是谁啊 王八蛋才是翘楚 我是翘楚 你干什么你 你别吓唬人啊 我告诉你 闭嘴 你第一次打电话 辱骂我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是你的老公 一次又一次地纠缠我 而每一次 我都清清楚楚地回绝他了 你不但不相信我 你还找人跟踪我 这次闹到我家门口来 当着我的邻居 毁坏我的领域 你是 你少跟我装 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 你骗得了我老公 你骗不了我 我跟我老张 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夫妻感情了 就凭你一个丫头片子上 拆开 呸 不知羞耻 你 过来 我 我 你干吗 这是您老公 从认识我开始的第一天 给我发的每一条微信 你现在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 看看到底是谁不知连串 拿着 过来 这第一张是 张哥的照片 姐 这张哥发得太恶心了 你还是 你还是自己看吧 姐 我翘楚虽然不是什么大家闺秀 但是为人处事向来问心无愧 如果你们再来闹的话 就不会像今天这么轻易放过 不好意思 我对不起你 不是你的错 行了 别看了 我们走 咱们回去吧 电话 到 不好意思 姐 姐 你 你 你要干吗 打扰你们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虽然你们应该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 但还是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翘楚 我叫叶昭菊 这是我的男朋友简陈叶 他是个画家 你手上 你手上 你好 你放着吧 我回来弄 我弄就好了 你快去工作室吧 对了 我要是带了 如果有陌生人敲门 你千万不要开门啊 嗯 我总觉得对面那女的怪怪的 所以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哎呀 你了解前一后果嘛 就这么轻易下结论 我看她长得没有形得正 好得很 你这不是在以貌取人吗 以貌取人有什么不对的 你看她 临危不惧 说明她内心强大 周末在家还洗了头发 穿着整洁的家居服 说明她对自己严格要求啊 你再看呢啊 拿菜刀的手法那么纤熟 说明她厨艺极好 一个内心和技能都强大的女人 那坏到哪里去啊 也是啊 我想啊 这就是原因所在 我一向就不喜欢漂亮的女人 那都是 你敢暗示我不漂亮 你敢暗示我不美 我先走了啊 嗯 你好 我可以进去吗 嗯 可以啊 谢谢 谢谢 这汤太好喝了 我就说嘛 你厨艺一定很好 我早上看到你的脚受伤了 又这么打扰到你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这汤就当赔礼 为了这汤 我也愿意天天被打扰 可是我可不想每天一早上起来 都举着菜刀开门呀 你们是今天搬过来的 是啊 就这样 我万幸没有被车撞死 但却不幸地被房东赶了出来 还好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需要有人看房子 我就搬接他住了 然后呢 然后就遇到了你啊 嗯 你没有去找那个房东 你这个人 也太好欺负了吧 我不是怕他 我是不想跟他成为同样的人 他像个泼妇一样 把我的东西扔在地上 那我不能像个泼妇一样 撒泼打滚吧 你说啊 环境对一个人多重要啊 在那儿呢 我只能遇到像房东阿姨那样的人 在这儿 我却能遇到你 说得好 那我现在就要让你看看 你到底遇到什么样的人 来 往这边走走 来 走走走走 你俩这房间就走好了 走走走走走 又搬着又便宜 你看这环境怎么样了 你看这环境怎么样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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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讲明确事还少呢 你洗衣物也方便 真的 你洗衣物也方便 真的啊 你养了 先等会儿啊 来 看看环境 好 喂 根据合同法 一百一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 给对方造成损失 应该赔偿造成另一方损失 相当的违约金 怎么着啊 还不服气是吧 我跟您签订的租房合同 是一年 合约还没到期呢 您就强行赶我走 除了合同约定的赔偿金外 您还应该赔偿我 搬家和那个租房费用 还有三个月的那个房租差价 如果您不赔给我 我可以报警 我可以去法院告你 那个 您也有您的难处 您曾经两次答应我 元期三天奔走 我相信 最后您把我的东西扔出来 也是出于对我的误解 或者是您实在没办法了 阿姨 我呢已经找到房子住了 赔偿金和违约金 我是不要了 房子里的东西 我都没有损坏 押金您得全都推给我的 他答应退我押金了 家主 你太棒了 不是我棒 是你自己太棒了 你刚才不仅有理有据 而且还宽容大度 到最后还给了他面子和台阶 叶昭觉 你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呀 你都不知道我刚多紧张 你看我连话都说不清楚 手心里都是汗 可是我看你很镇定 我叶昭觉呢 就是人美心善嘴甜 演技好能干 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而且爱笑的女孩子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喂 你好 我是叶昭觉 好的 那周五见 乔主 怎么了 有人通知我 有人通知我周五面试了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会差吗 好 OK 好 好